好 那老師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數位教材的錄製還有製作的部分 那我相信大家現在應該都有發現一件事情 有沒有 不只是學校在推 連外面都看到所謂的摩克斯 有沒有很多課程 那那個要不要錄 要啊 不然你只能輕力輕微 每次都是線上即時的 對不對 人家什麼時候要來上課你就管他的 他看你的影片 你就去睡覺就好 對吧 你要出遊就出遊 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影片的教學一定是大家越來越多 好 越來越多 那麼我們今天分享的這個裡面呢 要麻煩各位 我們除了各位手上拿到的這個新制度的簡報以外 有沒有發現好像東西還蠻多的 好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盡量講 好 盡量講 你有需要 你可以看一下 那麼 我們今天主要的資料呢 會放在這邊 有一些叫OneNote的平台 你可以到這邊來看一下在這裡 1234-1 KNOW.NET 後面那個不用打 好 那 我不知道我們學校用的所謂的數位學平台是哪一種 N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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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也找就是也有蠻多學校採用 不過大部分老師的感覺就是都覺得好像沒有很容易上手 對不對 可能這個部分 那 OneNote呢是另外一個翻轉學系平台 那它是屬於就是有付費跟免費 那未來 未來它應該會就是在公開的部分就是完全都是免費的 好 都會免費的好 那您可以在這邊呢 有兩種方式您可以加入 好 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第一個就是像我們剛剛這邊 用會員的方式直接登入 那您可以選擇 您可以選擇用社群的帳號 好 當然FB的部分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好像有的FB的帳號它就是你之前沒有設定Email的話 這樣會登不進去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您用其他的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您真的不要用社群帳號的 您也可以單獨用Email註冊 比如說您用學校的信箱註冊也可以 或者用 假設你用Google的信箱 但是我不想跟社群整合在一起 一樣可以從這邊直接指定信箱 好 這是第二種 但是呢 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 所以您要去收信一下 再來 還有一個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麻煩 我今天只是想來玩一玩 怎麼辦 是的 好 聰明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訪客登錄 老師 你頭都不用往前 我自動會放大 這樣有貼心吧 可以 好 您看一下 訪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取得訪客代碼 按一下就自動產生一個 那麼 如果 因為你進去之後會有我們所謂的學習紀錄 好 比如說你有加入群組啦 或課程 所以呢 待會兒那個代碼產生之後 假設您想要繼續使用的話 您下次就在這邊 把你的代碼打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就很方便 其實像我有在高中 或者是 因為我寒暑假都有開兒童班 我教學的範圍比較廣泛一點 年齡層比較廣泛 所以 像小朋友我就會用這樣 高中值的 我也用這樣 就很快 因為現在高中值的 我必須說齁 很多時候他們也不太想用信箱 都用FB Lite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式 反正他會記得就好 來 所以呢 你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產生一個代碼了 在這裡 那這個有八位書的代碼 不分大小寫 不分大小寫 所以您把它複製起來就可以 好 把它複製起來齁 按 我了解 那麼如果 順便問一下老師 剛剛那個代碼有記得的請舉手 沒有嘛 那是我的嘛 對不對 有的人不小心進去 我的代碼是幾號 忘記了 所以請看哪裡 請看上面這裡 請問有沒有在這裡 有 這樣您了解齁 那您第一個進來之後 麻煩您先更新一下您的個人資訊 因為這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 對不對 所以您可以在這個地方寫下您的姓跟名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齁 您如果 就是加入我們的這個平台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 那您進來之後呢 其實不只是我的 你還可以看到 您看到在這邊 預設這裡是發現 對不對 發現這裡有單元 課程 群組 這些 只要是在發現裡面的 都是公開的 所以您進來不是只有我的課 您看到喜歡的 都可以找 當然您也會看到很多我的 不好意思 這樣 你就不小心看到很多我的 這樣有沒有不知道今天在前面的叫什麼名字 哈哈哈哈 這樣有強烈促銷一下齁 那當然 其實我自己也有買關鍵字啦 蛤 老師 老師不用行銷嗎 要啊 不然我怎麼會這樣到處亂跑呢 來 您找一下這個關鍵字素文老師 老師 有沒有看到 我們家真的有買廣告 不要按下去啦齁 按下去啊 我要付錢了 哈哈哈哈 你按下面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那您就會看到了 所以老師 我剛剛一開始就分享的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昨天剛寫的文章 原來這個按鍵那麼重要 這個 Windows裡面有沒有這個 有齁 嘿 雖然我們剛剛不是用那個 我們剛剛是在這邊 這邊用Ctrl鍵加滾輪 放大的縮小 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 你如果按這個 按這個 加上 加號跟減號也很好用耶 加號跟減號 因為那個會把誰 放大鏡叫出來 請問這樣有沒有變大 所以你知道我剛剛 沒有講的第二個方法是什麼的嗎 那個 加減 網頁的放大的縮小是什麼 Ctrl按著加減對不對 對 或者Ctrl按著加滾輪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我都教不用花錢的 因為其實很多內建功能就有 只是大家沒有特別注意而已 沒有特別注意 那這個呢 所以您在這邊 如果您想要看哪一個課程 那這裡我先跟您說明一下 單元比較像單一的教材 單一的教材 那麼課程就比如說 我這裡有一個免費軟體的 那裡面就全部都是 那如果是群組的話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 那以我來講 研習的部分我都是用群組 我都是用群組 所以您可以進到這邊 在發現裡面您進來加入之後 進到群組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第一名已經出來了 我平常都撐到最後一刻才開放 所以永遠都會在第一名 都會在第一個 那您放心 我既然開放就不會再收回來 所以呢 我們延期完之後 包括我們上課錄影資料 這些教材 通通都會留在這邊 所以您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只印一張給你了吧 不然回去包便當也是蠻可惜的 好那您點進來 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加入 是的 您按一下加入就好了 這樣您可以進到我們的教材裡面來 這樣OK嗎 好